永泰公主墓坐落在乾陵 是武则天陵墓的十七座陪葬墓之一 也是所有公主墓中规格最高的一个 我还是第一次走进皇家地宫 有些好奇又有点恐惧 那咱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是一段一直走下坡的墓道 有些阴冷 首先一进来看到墓道两边的壁画 很多地方已经脱落掉了 整个涌道很长 包括五个这样的过洞 还有六个天井 所谓天井 就是木道通向外面的小窗口 随着涌道不断的加深 这种窗口也距离地面越来越远 另外涌道两边的侧室里 还放着一些陪葬的物品 比如唐三彩啊 或者墓主人生前的其他日用品 地宫越走越深 这样深的地宫 公主会不会感到恐惧和害怕 这个涌道里还有一个盗墓贼留下的盗洞 据说是五代时期的 涌道的中间还有个石门 从这开始我们就看到地面铺的是真正的糖砖了 永泰公主 名叫李先慧 是武则天的亲孙女 也就是武则天的三儿子李显 唐宗宗的亲生女儿 这是永泰公主的墓质名 在她的墓质文上写着诸胎毁月 意思是说永泰公主是因为难产而死 当时年仅17岁 但是民间传说的是 公主李先慧 与丈夫五颜吉 以及哥哥李崇润 由于私下议论武则天的面首 从而被杖毙 她的哥哥当时年仅19岁 现在我们来到了前墓室 前墓室就相当于墓主人生前的客厅 我们看着墙壁上画着精美的大堂壁画 这些美女就是公主生前的侍女们 这个捧着酒杯的女孩 被称为壁画中最美的美女 壁画上也自然少不了 毕恭毕敬伺候人的太监了 你看 在这些唐代的壁画中 女人们看起来丰满 柔顺又温婉 这个前墓室的上方啊 是个穷隆顶 古代人讲天园地方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墓室了 首先看看墓室的顶端 也是圆形的 左面这个就是公主的光果 是她与丈夫的合葬墓 看着非常的宽大和沉重 据专家根据公主的骨骼残骸考证 公主的盆腔骨骼确实比一般人小 所以关于公主的死因 到底是哪个说法对呢 据说当年的盗墓贼 就是从这个石果的顶部 这个开口处 将金银财宝盗走的 现在里面漆黑一片 好像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隐隐约约 我们还能看见墙上的一些壁块 这个光果的材质是墨浴的 上面还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我们看一下 墨着拔两拔两的 不禁为这位公主感叹 身在帝王家 可谓命运多舛 有想不尽的荣华 也要承受皇权刀下的无奈 可怜红颜总搏命 最是无情帝王家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喜欢的别忘了订阅点赞转发哟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